由公益信托林玉玲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攜手财团法人林玉玲宏泰教育基金会 办理的玉玲台湾奉献奖 至今已颁发5个奉献奖 14个鼓励奖 110个甘领奖 今年第六届玉玲台湾奉献奖得主揭晓 由财团法人甘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获得殊荣 肯定甘基会28年来推动台湾甘病防治 及创新研究的奉献 我想要相对甘病不是一处可及 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像玉玲基金会 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他们能够预服百应 一起加入保甘的行列 我们消除甘病 根除甘病的支持就会更早到来 未来十年我们主要的消除甘癌 早期发现甘癌的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全民护照运动 台湾的狗犬 不管你有没有BC甘 每个人一定要一年至少做一次 假如你有BC甘 至少半年要做一次 这样的话甘癌就不会太晚才发现 就不会造成悲剧 今年也颁发五个鼓励奖 分别由财团法人 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上河歌仔戏剧团 财团法人 天主教耶稣会 台北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财团法人 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 社团法人 台湾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化协会获得肯定 主办单位 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执行长林宏南说 恭喜今年的得主 也感谢他们为台湾 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 我们当时创办人 他就是觉得 这些默默为台湾 长期奉献的人 是很伟大 所以他就自己决定 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 对 那我们一开始办 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 但是林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就觉得 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 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届的时候又追加了鼓励奖 对那一路这样走来 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很伟大的奉献者 那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得 越办就感觉越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 长期为台湾奉献 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 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 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长期的奉献者 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 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 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 让大家一起携手来 来继续提升台湾 奉献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3000万 鼓励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300万 主办单位希望 透过育林台湾奉献奖的举办 让更多人学习无私的奉献精神 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